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6日星期二 今天帶來的是關於台灣的消息 來自商業周刊 標題是銀行錢太多,九成房貸,重出江湖 最近也有跟一個做開台灣物業代理的朋友聊天 他說現在很多資金是回到台灣 主要就是台商的錢搬回台灣 根據他的透露給我聽 其實現在的台商去到台灣之後 就不像以前這樣聚在台北 因為現在可能是科技上的進步了 現在他們選擇的地點可以稍為偏遠一點 這些都沒什麼所謂 現在很多台商都是周圍去找地 包括建自己辦公場所、寫字樓、工廠 所以最近台灣的土地交易是增多 當這些廠房或者寫字樓建完之後 當然就會帶動回勞動市場 因為周圍的住宅需求也會增加 所以有見及此 現在的銀行都在磨刀霍霍 準備好 接下來要搶房貸業務 看看報道 裡面提及 銀行現在資金過多 陸續割續風險相對較低的房貸售訊 令到九成房貸重現江湖 據了解 目前房貸利率有些銀行已經殺到1.31% 已經是低到無可再低了 因為再低下去就已經到達成本利率 於是銀行業開始把戰場拉到成數 於是有些銀行推出九成房貸 其中以雙北新竹一帶的乘數競爭最為激烈 台灣很流行把這些中文字簡化 例如雙北 其實是說台北和新北市 他們簡稱雙北 這些地方的競爭激烈都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其實雙北和新竹這些地方 是多有錢人住的 或者是高收入人士居住的 所以他們那邊的銀行 相信水浸的情況特別嚴重 那九成房貸怎樣做呢 其實正常的房貸就是貸到八成 最長都可以貸三十年 其實如果一成是怎樣做呢 他就用一個叫做信用貸款的名義 最長只可以借七年 這件事如果剛好有朋友在台灣買樓 就要注意一下 九成按揭的時候 裡面的一成 供款年期是短很多的 這個要注意一下 報道也繼續提到 銀行的主管解釋 現在各個銀行 對於企業、銀行業務 都很怕踩雷 因為疫情的影響 始終如果你貸款給公司 他們都不敢隨便貸款 因為未來的生意形勢 都不知是怎樣 所以現在大家都是 爭著做按揭業務 即是房貸業務 不過那些銀行的主管 亦都透露 如果要貸到九成 那個擔保品 即是用來做按揭房產 的坐落地點 和借款人的個人 所得能力都是十分重要 這個都明白的 其實如果借錢買樓 做這些銀行的抵押貸款 剛才說的一般可以借八成 是適用於台灣人 如果你說外地人 其實是借不到那麼多 除非就是已經入了一席台灣的人 才可以一時同仁 貸到八成 OK 今天就和大家做一個簡短報道 喜歡我們內容的朋友 記得訂閱、分享和讚好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